同学你还在担心想要学习唱歌 但是无同下手 这么多歌曲技巧 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哪一个 那么今天唱歌六大基本功 音准节奏气息发声 唱题咬字 老师给你一网打尽 哪里不会绝哪里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韵杰深渔课堂 我是你们可爱用之会的石渊老师 那么首先呢 从我们的音准讲起 如果啊想要唱好一首完整的歌曲 就像当房子一样 音准就相当于我们的地基 这句话足以能够体现 我们的音准和节奏有多么重要 举个例子 就好像两只老虎这首歌 如果你唱歌跑掉就是 唱得非常的难听 所以呢 想要练习好我们的音准呢 一定要好好地把我们的音准基础给打牢 练习的方法呢 就是跟着我们的钢琴去唱我们的非大要 从音阶开始不断地练习 直至二度魔镜三度魔镜四度魔镜 几度魔镜呢就是几个键 那么跟随着钢琴的琴键去唱 那么我们在音乐中常说的C大调呢 就是我们的C4到我们C5啊 这个叫做我们的C大调 所有的同学呢都是练习C大调的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节奏了 那么节奏呢在盖房子中啊就相当于我们的砖块 非常的重要 还是我们刚才两只老虎这首歌 如果你节奏不对就是 当你的节奏改变了完全就跟歌曲的本来样子不成型呢 所以啊很多同学唱歌的时候跟不上拍子 或者是唱的太快了 那么最后呢唱成的效果都不好 都是因为我们的节奏有问题 那么但是呢练习我们的节奏啊也并不难 谁让它是基础练习呢 那么同学们可以跟着歌曲打拍子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打拍子 可以先从广播体操啊 眼保健操啊入手 它里面的123456782234 就是我们的节拍了 那么练习好节拍呢再去学习基本的节奏型 最后呢带入到我们的旋律 完成一首歌曲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简单啦 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的气息了 如果你唱歌的时候没有气息 或者是气息不稳 你唱歌的时候啊 那真的是九曲十八弯 声音啊就会听起来非常颤抖 不平稳 那么这样呢就是很多标志性的 气息不好的同学会出现的问题啦 那么想要练习好我们的气息呢 那么打嘟啊和我们的发姿势 并不可少的练习 练习打嘟呢只需要轻轻的将嘴闭上 然后往外吐气 说一个嘟字 那么跟随着旋律 可以做到几个音在练唱的同时呢 不会断掉 发丝呢就是指吸一口气 发一个长长的丝音 以至于练到你气息 力竭的时候 没有气 的时候都把它坚持下去 长久的练习呢 可以锻炼你气息的容量 不至于在唱歌的时候 唱到一半就没有气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发声和枪体了 发声啊和枪体是要一块做的 它们俩的关系呢 就像双胞胎一样是不可分割的 那么常见的枪体呢 有我们的鼻腔共鸣 胸腔共鸣 头腔共鸣等等 那么如果你想练习鼻腔共鸣 哼鸣是必颇少的 要点呢就是靠气息 哼到我们的鼻腔里 喉咙必须要是放松的 如果你的喉咙用力 就会出现极卡的现象 那么出现了这个喉咙的肌肉收紧 那么就说明你这个哼鸣做的不对 那么胸腔共鸣呢 就是我们的微乌音练习了 想象自己是古代的牙医 每天 感受胸口的振动 那么这个胸口的振动啊 就是我们的胸腔共鸣了 那么这个时候 纪念的同学说 老师还有一个头腔共鸣呢 大家都非常想要练习头腔共鸣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练习呢 一定要是循序渐进的 切不可以贪多啊 一味的没有基础 去练习高难度的技巧 很有可能下场啊 就是出现 嗓子扯坏了 或者嗓子失声了 等等 所以啊在这里 老师也要给同学们说一下 一定要按照顺序练习 那么每一个阶段 都给他练习到位了之后 再去下一个阶段啊 那么接下来就是带上腔体的发声 那么常见的就是一些原因的发声 主要呢是练习不同的腔体 不同的一个发声位置 这个是胸腔共鸣的啊 这个是鼻腔共鸣的 所以呢 为什么老师说 发声和腔体是一对双胞胎 连在一块的 最后啊 就是我们的咬字了 咬字啊 在唱歌中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普通话不好 唱出来的歌曲啊 就让人难以带入 或者是你咬字的时候 没有轻重缓急 你唱出来的歌曲啊 就会非常的平 没有强弱 让人觉得没有感情 跟大白嫂没什么区别 那么想要练习 咬字呢 也并不难 带上腔体 经常多多的去朗读我们的歌词 或者是去读一些绕口令 都可以帮助你改善你的咬字问题 当然了 老师这个也不是说普通话不好 就唱不了歌了 毕竟有一些歌曲啊 它也是方言歌曲 但是同学们想要唱一些 阳气的流行歌曲 普通话还是要练好的 那么以上呢 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 老师为大家总结了一下 如果你音准不好 唱歌跑调 那么就一定要练习音准 如果你节奏感不好 唱歌的时候经常卡不上拍子 那么跟着歌曲多多的打节拍 如果你气息不好 练习打多和发丝 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腔体和发声可以放在一起练习 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的阿元音 同时可以练习鼻腔的阿元音啊 或者是胸腔的阿元音啊 都是可以的 最后呢是我们的咬字 带上腔体和气息 朗诵歌词或者是不绕口令 都可以帮助你改善 在唱歌的时候 普通话不标准 还有你唱歌的时候 没有强弱唱歌太平的问题 我是学员老师 如果你有其他想要学习的歌曲 或者有关唱歌的内容 都可以评论或者私信告诉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关注再走哦